目前有蠻多學員他的網站都是用這個Waterplace所架設的 那目前在網路上一些賺錢的夥伴 也很多人用這個Waterplace 那這個Waterplace如何來講的話 快速的讓它變成這個自適應網站 而且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廣告看板能夠掛載上去 就像老師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來講解這個的一個 使用掛載的方式 好你下載老師的這個檔案 那把它點兩下 因為它是自動執行檔 然後就可以自動解壓收開來 那解壓收開來它是一個Waterplace 它的一個外掛 外掛程式 已經是外掛程式 那這一個其實來講的話 你注意給它看裡面的這個Data 其實也是我們那個廣告的模板 也是我們那個廣告的模板 那 這個 我們的這個廣告的這個圖片 是在這個地方 那 這個是 它的這個 點ZS跟點CSS的這些檔案都在裡頭 都在裡頭 還有它在那邊顯示的 一些 iCom的一些圖示部分都在裡頭 那你不用管那麼多 你只要把這個 整個 外掛 整個外掛 然後上傳上去 你的網站 你的網站下面的什麼 下面的 WRP 它的一個內容裡面 就是你Waterplace 裡面內容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外掛 它的外掛 你的網站 你的網站裡面的外掛 它是外掛程式 所以就把它放 把這一個 把它上傳上來 就變這個 裡面有APP 有Data 有圖片 目錄夾 那 那 程式 那你不用管那麼多 你只要把它上傳上去 以後 接著下來 外掛程式就是要取用 所以接著下來 你就 到你的這一個 網站貨台 然後來取用這一個 外掛程式 好 那我們外掛程式上傳上去以後 接著下來 你就是 登入你的網站的貨台 你的Waterplace的貨台 那 進來你就點這個外掛 好 那點外掛你就會發覺到 有這一個 這一個外掛 這一個外掛 那這外掛你就要把它 怎樣 啟用 那 為什麼我現在沒有啟用是停用 因為我已經啟動了 因為我現在網站是可以用的 已經啟動 已經啟動 那你說老師 是不是啟用完了以後 就OK啦 洗得不好的事情 那啟動以後就可以用 哇 它怎麼知道要掛在哪裡 所以來講的話 你不是啟用以後 它自動會跑到那邊去 又不是神 它啟用以後是 來講的話 已經在這網站裡 已經能夠生效 那生效完了以後 你必須要到 旁邊設定這邊來 它這邊 有一個來講 去安裝 就是它的一個 模板 那這個有一個 就是加入新的 齁 好 那我們把它 點進來看 齁 其實我現在這邊 有 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了 齁 已經有一個了 那其實來講 它這個是在於 我們 這個 這個設定裡面 齁 如果你是剛 新安裝上去 你必須要點這個 加新的東西 齁 加新的東西 那來講的話 這個 外掛 齁 是哪一個 或是哪一個 那我已經有 有進來了以後 那就在這一個地方 齁 我們可以加 齁 也是加新的 讓它進來 齁 加新的讓它進來 齁 齁 那你已經進來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你把它按一下 瀏覽來看齁 齁 齁你就會看到有這一個 齁 我們看到 確認這一個 廣告看板 是我們要的那個 那個 模板齁 這那個 外掛 不僅沒有錯 齁 好 那這個外掛沒有錯 我們 它這邊有告訴我們 PHP的Code 是這一個 掛號 問號開始 問號結束 就是PHP的程式語言 那它這邊有 有一個 這個PHP 齁 開始對不對 Echo 齁 Echo是什麼 是顯示的意思 顯示 這一個 齁 所以你不用管那麼多齁齁 PHP如果不懂 都沒有關係 你把這一串字 然後把它複製起來 選擇複製 齁 這是第一個步驟 你要一定要把它複製起來齁 齁 好 那複製起來完了以後 我們到我們的這個 網站 內容 剛才這個是外掛對不對 再跳上來 這個是 主題布景 好 那找到你目前掛的是哪一個布景 它叫做Header.php head 齁 那 什麼意思 它這個叫做頭部 齁 網站的頭部 那也有人說頂部 也有人說上部齁 那都對齁 那有兩個檔案我們實際上 做網站實際上去改的齁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是上嘛 一個是什麼 Footer.php 這是頁角 例如來講我們的版權頁有沒有 齁 那我們 總不可能用別 這個主題布景來講的話 原來是Waterplace 那你還是來講留那個字串在那邊 那你也沒有自己的 聯絡的這一個 公司 或網站的名稱 也沒有Email 然後也什麼都沒有 齁 那就沒有版權嘛 對不對 那所以來講版權是改這個 那如果廣告是在上面 所以是改head.php 這個 好那你把它 用文字編輯器把它打開 點編輯 打開 那我現在是 因為我電腦PC這邊 我是用em-editor齁 所以當然是用em-editor 打開 那你如果說 沒有掛em-editor 你是用什麼樣的文字編輯器 也沒有關係齁 那你打開以後 那你注意去給他看齁 好 那我這邊有行號齁 那比較好解釋 那你如果說要學老師這樣弄 那你是新手 那 老師建議你把工具裡面的 當前配置裡面的顯示行速把它打勾 打勾以後才會出現這一個 齁才會出現這一個 好 那 那 來看齁 因為不然來講齁 有時候 我們這螢幕這樣子 影片你會看不大清楚 好那你來看 從上面一直下來下來到 head 開始 head結束齁 head開始 head結束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在我們的這個上面 大概我們這邊來講 會 來講我們的編碼 我們的一些 meta 或是我們的一些 一些關鍵字 什麼都在這上面 這些seo都知道 然後來講啊 網頁是從body開始 對不對 好 body開始 完了以後 那我們放在哪裡齁 放在 它來講開始有一個 你不能放在這上面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的外面還有一個框 還有一個框齁 所以我們要放在它裡面的第二個 裡面也就是說我們的DIV裡面齁 DIV裡面 那 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個 刮扶起來 然後 BR 反斜線 這一個是我加上去的齁 因為如果不加這一個齁 它剛好是頂在最上面 那這一個 刮扶起來 反斜線的BR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 讓它跳 喔 就是跳一行的意思齁 所以跳一行出來 它才會剛剛好 喔 它才會剛剛好 就是有留一個空啦 不然來講的話它頂在最上面 哇 那真的是 有夠醜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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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自己不加上去 這是我加上去 原來是到這邊 你看你的程式碼都知道 到這個地方 那我自己是把它Enter一下 然後再把它加這一行 那你如果加這一行 不加那個BR反學線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頂在最上面 它會頂在最上面 那如果有加一行的話 BR的話 它就會跳到 它都會往下跳 你自己做實驗就知道 它會再跳下來一點 那就會變成左右跟上 都有一個黑邊 然後比較漂亮 是差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稍微要去注意到 有沒有BR是差在這個地方 那我如果說再把它還原 把它測銷還原 有BR再把它存一次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再把它重整一次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頂上來 支付來看來講 這邊有白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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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較不會頂在最上面 那有這個 那有這個 是一個小技巧 所以我們在掛這個廣告 不是掛上去就好 我們要掛得漂亮 所以你要注意來講 有一些HTML的語法 你要善於利用 我們例如來講 讓它跳一行 多一個空間出來 不要讓它剛好頂住 因為我也發覺到來講的話 在它的這個官方 並沒有 在國外它並沒有告訴你這個 那這個有加BR 這是我老師自己感覺說 這個版面真的頂在上面很難看 所以我在那邊加一個BR 好 那以上的這個解說 那你自己練習看看 應該就能夠把它掛上去 然後能夠變成自適應的一個 一個網站 那自己也不用花任何一毛錢